来基隆市的另外一场选战 就是霸梁 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而现在居然还有国家机器 介入中选会是在自杂招牌吗 好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们带你来看一下 原因就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中选会的主委李静勇 怎么突然来到了基隆来视察呢 视察基隆的选委会 虽然他本人是说 这个视察是行之有年 但是这个时间点也太巧合了吧 另外在今天的话 赖清德总统他即将要到 基隆的庆安宫来参乡 那这样子是不是 府院一起动起来 就是要来霸梁呢 是不是在霸梁的战场上来助阵 好 但是来看到的是 在蓝莹的部分 当然也有所动作回击了 因为现在蓝莹启动的是 顾梁行动要催靠不同意票 另外在党内的大咖 也来帮忙助奖 来宣传亮点的一些政策 跟特色的一些执政 好 现在的话 这个霸梁的行动 第二阶段的名测查委 要30天之内要完成作业 但很多人都说 这个时间点上真的是有点赶 是不是真的就是故意要推进 整个时程呢 基隆市的选委会总干事张元祥 他就表示 选务人力不像是在六都 要在30天之内 要完成核对的压力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另外国家的立委徐宇珍 他则是表示 美其名是卫绕 就是这个李静勇 他是来卫绕吗 但是呢 他认为说就是在干预作业 而学者 这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的院长 包正豪老师 他则是这样子分析的 他认为名册已经进入了查队的阶段 李静勇实际上是不能做什么 在这个时间点去视察 瓜田李夏之嫌 恐怕是砸了这个中选会的招牌 而不过就在霸梁行动的展开的同时呢 其实很多人就在问的是 那在四街公投案的后续如何 这是台电协和电厂的改建四街案 很多民团就很担心说 填海造陆当然会破坏附近的海洋生态 当时就发起了这个 基隆护海的公投连数案 可是林又昌的态度一直非常的暧昧 暧昧不明始终模糊 当然可能就是不敢得罪基隆人 也不敢得罪中央 所以就一直使用拖字诀 现在平面媒体联合新闻网就分析说 四街公投就被内政部还有中选会联手没收 那现在霸梁一案 中选会施加压力还有速度来拆凉 但是现在居然还动用了府院的力量 国家机器 包括了李静勇去视察 好 林又昌这两位的前基隆市长 从四街到霸梁案都是用国家机器 政治操作好像似曾相似 让基隆人可以说是情何以堪呢 好 就在霸梁行动展开之际 这个选霸法连数加盐 现在禁赴二读了 好 之后选霸法会更加严格 原因就是要减负身份证的影本 还有发证日期 最终蓝白联手表决之下 要成功的禁赴二读 好 那现在呢 持续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绿营就要操作 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动作不断 像在12号的时候 立法院的禁赴二读的选霸法 明明就是要为了连数更加的严格 不要乱连数嘛 但是呢 现在绿营是这样操作的 这是民进党立委吴思尧 他在昨天确实说呢 是要为了国民党 他们是为了要就谢国良 所以才发起这个选霸法的修法 而基隆的选委会拒绝 中选会要要求30天之内 要完成连数书的审查 结果李静永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他亲自是到基隆这一趟 是不是在施压 说是在视察 但是呢 当然基层很担心的 是不是其中又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呢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就批评说 他是以为自己在当皇帝吗 现在把手给伸进基隆去了 跟基隆选委会人员 比手画脚的就是 中选会主委李静永 突然赶赴基隆 被蓝营认为 是中央在介入罢免谢骨粮行动 李静永以为他自己是皇帝 名为所谓的未免同仁辛劳 但是呢 他要举行座谈了解罢免案 这完全是把手伸太长了 会这么说就是因为 拆扬团体8号送达联署书 一规定40天完成审查即可 但中选会却要求希望30天内完成 基隆市选委会回绝后 李静永人就亲自到现场 宣誓这些都归中选会管 高雄市的市长的罢免案 联署人名册达到40万 他们是可以在30天之内来完成 我们基隆市选委会 不像其他的直辖市的机关编制 有这么的多 如果人数不够的话 我们中央选举委员会可以支援 基隆市选委会还是能够免为其难 依法在40天内完成查队事情 基隆选委会拿出法源当依靠 让罢免案一切依法行政 只是为了拉下谢国粮 绿营一招接一招 水把法修正草案 禁副恶毒原本是要让未来联署 变得更严谨 但民进党却牵扯到罢粮行动 会期末还要强渡观山 就是急了怕了 要抢救谢国粮 为什么民进党不愿意支持呢 那是不是他们已经想好了 明年就是大罢免的时代 点出绿云目的 但在郑文灿遭收押后 贪污标签自动粘上民进党 罢免谢国粮及其他篮尾的正当性 迅速消风中 记者石温泉张良浩 台北基隆报道 今天早上非常感谢请到了我们退役 少将栗正杰 栗将军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帮我们解析一系列的时事话题 好 首先我们要请教栗将军的是呢 在昨天的李靖勇的部分 我们刚才看到他亲自本人是到基隆市的选委会来视察 今天赖总统也是要安排行程到基隆的庆安宫来参乡 好 正值这个罢粮的阶段的投票 好的 连数 那现在呢 府院党的三路齐八 当然现在呢 是不是就被外界质疑说 是不是国家机器整个洞起来要大搞罢粮呢 我觉得昨天李靖勇 你身为一个中选会的主委 你怎么可以这么明目张胆 然后自己帮自己做成一个民进党的一个 东厂的一个太监 来做这种事情 中选会主委应该是站在公正的一个立场 来执行选举罢免有关的这些相关的事务 那选委会自己的公文里面规定的是 选举审查时间是40天 你凭什么把它这个提早成30天 而且还公然的说谎 我觉得这是绝对是不可取的事情 那民进党这种事情其实是干多了 像NCC主委也是一样 受全民所唾弃 我觉得李靖勇昨天到基隆市的选委会来讲的话 这根本就是将手伸进基隆市的选委会 然后企图来干涉 这不但是刮天理下 而且是明目张胆的为虎作仓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齿 当然我个人要表示说 对于这个基隆市民来讲的话 他们要选择要罢免或不罢免 或选择什么样的市场 我尊重人民的选择 但是你既然身为一个有这个法源的规定 你是40天的审核期 你就应该以40天来审核期 就像一个考生去参加考试 你自己这个国家规定的是 7月1号是国家考试 那你怎么可以提早30天就要考试 这个你不能理由是说 因为我们学生都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提早考试 大家为了要提早能够放暑假 为了要出国 所以说我们提早考试 让这些学生可以出国去旅游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 这根本就是明目张胆 根本就是不演了 那第二个我特别要讲的 有关于赖金德到基隆去市参乡 你要知道赖金德你现在是全民总统 你不是民进党的总统 你现在不但将自己做小了 不但不是全民总统 不但不是民进党的总统 而且你现在已经沦为一个派系的 这个领导人而已 那你到基隆去这个参乡 这种意图很明显 那谢国梁到底是什么事情 必须要让基隆市场民进党要发起罢免 他也不会就是一个东厂 东面广 基隆市东岸广场的一个 这个赏仓之间 为了要争夺这个地方的经营权的一个事情 这很纯粹的 如果说是依法有据 应该怎么处理 就依照法令来处理 你这个基隆市当初跟这家厂商签的约 是到什么时候 之后后续应该怎么样来招标 应该怎么样来同意 我觉得是基隆市有市议会 也有相关的法令 大家依照法令来不是很公平公正吗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为了这么一点事情 然后就要用罢免的手段来罢免 这个基隆市谢国梁市长 尤其是民进党 几乎是府院党团全部都动员下去 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觉得目的只是为了一个 就事皆公投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 大概全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电量是不够的 你如果说是废料核山核四来讲 电量是不够的 当初桃园地区为了这个 这个天然气的接管 对不对 大家已经这个差一点就过不了关 后来勉强用公投的方式 能够让他勉强过关 让大家可以目前来讲 还有这个电可以使用 那基隆来讲的话 他们当然也这个中电 这个台电来讲当然也希望在那个地方 接上这个四街 能够保证他们这个天然气 能够从基隆那边上岸 但是对于基隆那个地方来讲 海岸到底环境评估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要尊重基隆市市民的一个 自己看法 他们如果说愿意的话 那我们当然表示支持 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 你要尊重基隆市的市民 那关键在什么 关键就是说谢国梁他支持这个公投 我觉得谢国梁支持公投绝对是对的 对不对 因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那桃源藻礁案 可以用公投来处理来面临 那你这个民进党你们究竟在怕什么 为什么急着要罢免谢国梁 另外选出一个市长 然后来封杀这个公投案 我觉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最后我特别要讲到 有关于现在立法院这个公投案的审查 那罢免案的审查 那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 为什么你不要提高这个门槛 罢免的门槛 我觉得应该是要提高 因为如果说是这个罢免动不动 原来这个标准来讲太低的话 动不动台湾就 你看我不顺眼 输不起我就用罢免的手段来对付你 在这种情况下就让台湾的政治 更限于动荡不安 当初来讲我们不管怎么样 你要尊重人民第一次的选择 对不对 他选择出来后 选择谁来当市长 选择谁来当立法委员 这都是一个这个人民的一个 公投的一个表 人民的一个这个意志的一个表现 那你应该要尊重嘛 你不能说因为你输不起 然后就要将这个门槛 然后原来这个门槛过低 然后借着罢免的手段 重新来改组整个立法院 所以我觉得这次民进党 这么强力的去阻挡立法院的一个 这个罢免案 然后不愿意提高这个门槛 很明显的就是民进党自己输不起 然后因为现在国会里面 是这个在野多数 民进党自己少数 当然我不可会言 有一些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比如说叶元智来讲 他当当选领先几票 可是领先几票也是领先 对不对 他也是当选 那你不能说是为了你说 希望说是改变这个 潮小野大的这种局面 然后希望能够掌控 立法院的多数 就表现出一副输不起的样子 然后一定要用罢免的手段 将这些立法委员罢免掉 然后改选的机会 看自己有没有机会 在从中来掌握立法院的多数 然后让赖兴德可以 不管是在立法 行政 司法 各个方面 甚至于监察等各个方面 都能够如他意志来做事 我觉得这是全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从 现在郑文燦的这种贪毒的案件 还有后续来讲 不管是台南最近发生的 八秒钟打了十一枪 还有八八枪几案 还有光电弊案 还有这个超市弹 这个护高端 对不对 党疫苗 这个什么口罩国家队 现在我们都了解到 一定有很多的 这个弊端贪污的情形在里面 那当然我们支持 这个立法院最起码在 这个立法院这个领域里面 国会里面 能够让人民可以表达出来 我们这个希望能够了解 真相的这意愿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民进党想要借着这个 不愿意提高 这个罢免的这种门槛 就是很明显的 他想要用罢免案 来创造明年的这种 大罢免的风潮 然后将国会有机会 然后重新回复到 他民进党是一党 独大的这种场面 我觉得这是人民 所不愿意看到的 那如果说是 就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东罢免西罢免 不管是市长罢免 或议员的罢免 民意代表的大名 那如果说是持续不断 因为你今天 你国民党将 这个民党罢免成功 明天民党将国民党 议员罢免成功了 每天台湾都现在那种 只有政治的分手 我觉得立法院 这时候应该要讨论的是 福国立民的法案 台湾有太多的事情 必须要面对必须要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 这个能源不足的问题 对不对 少子化的问题 还有年轻人来讲 买不到房子的问题 买不起房子的问题 然后紧接着 我看到今年来讲 通膨又开始 这个飙升到三 台湾的通膨 也慢慢飙涨 那美国如果说是 川普当选的话 很明显的就会面临到 台湾通膨的问题 像这些种种的事情 尤其是两岸之间 现在兵凶战复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都要面临 要去处理 要去解决 那赖金泽 你是这个 虽然说你是少数总统 但是你必须要解决 这些问题 你不要让全民内耗 在这种政治斗争里面 那如此下来 未来的四年 我们可以预想得到 台湾来讲的话 是一事无成 所有跟民众 民生相关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那只沦陷于 这个党内的内斗 然后再也跟在朝的 这种互相的争斗 甚至于跟美国的斗 跟对岸的斗 然后到处都在斗的状况之下 我们台湾民众是情何以堪 我觉得选出来一个 这种赖金泽总统 然后到处在那边斗 这个罢免 那个罢免 这个斗 那个斗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 最大的不幸 那我们期待的是 希望有一个 扶国立民 以民生为主的一个 创造台湾人民 能够有一个富裕和平 这个健康 然后繁岩绵岩 生生不息 后代子孙的一个政府 这才是我们民众所期待的 那民进党 我要规券你们 如果说是 你不要把民众当傻瓜 难道你认为民众看不出来 你这次 这个有关于立法院 这个国民党 要提高罢免门槛 是为了让台湾的政治 能够稳定 看不出来吗 当然我们都看得出来 那你做这些动作 就明显要将台湾 这个永久陷于内斗之中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你会偷积不成 十八米的 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 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 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 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 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